一直稍不停的 也就是总统府前发言人古拉斯 爆出了不伦恋 和已婚随户发生了恋情 原配在昨天第一时间 向总统向副总统喊话 请他们来主持公道 同时要民进党还我老公 同一时间我们来看看 在古拉斯的脸书贴文 你全部都找不到了 只剩这一篇 他其他都删光光 动作非常的快 到现在为止 你只要点进他的脸书 你只有看到这一篇 也就是周刊接户的爆料 多处经过剪接夸大 他说我并不知道 对方婚姻的真实状况 也从未有预据 或是亲密的行为 我与李先生已经没有联系 要向所有被波及的当事人 家人道歉 真相会被厘清 但是我们看到到下午的时候 这个原配 这个理性随护的老婆 就跳出来说 他说谎 古拉斯说谎 他知道他是有婚姻状况的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其实时日评论员 王上志 上志哥 在昨天连发了两篇脸书的贴文 那么其中一篇 很气 讲了很多 其中呢 就是对照说 难怪 现在都通了 都合理了 为什么去年 古拉斯在选花莲县长 选得一塌糊涂啊 上志哥这么说 他说呢 来看看这个有五星表现连任的徐真卫 照道理讲 古拉斯应该要五倍努力才是 因为你知道这个花莲这个盘几乎都是国民党的嘛 你要在当地的话 你一定要更努力 但是即使蔡英文专程前往站台 苏贞昌利用巡视玉里大地震的时候 和他见面打气 民进党为了他筹错了数千万的竞选经费 甚至找了台北的公关竞选团队为他造势 但古拉斯明显在选战的后半段 根本无心在地方冲刺 多次幕僚安排的地方拜票行程 有的都被他临时说有事 有事给取消了 有私事哦 还是私事 那古拉斯当时呢 早就已经从选举转移 陷入疯狂热恋 在与徐政委实力悬出之下 或许选举本身早就不是他的事了 一个执政党的县长参选人 如何可以造势车上挥舞着一只手 在此同时紧握身旁随护的另一只手 但话说回来 不妨猜猜 情同姐妹的蔡英文之后会将古拉斯安排 安插到哪个公部门继续坐勇高薪 没事继续谈恋爱呢 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梗图一堆啊 我必须说有些图做的其实蛮好的 比如宪政热印中代号圣母峰 李世勋就在这名信随护 他说只有我一人登山 那古拉斯这边的这个设计旁白对话 就说我只有让你一人登山 好那国民党出的梗图是 NCC省照强度观山 是在急着登圣母峰吗 好看到这边 其实包括上次哥讲的这一段 还有包括卡神杨慧如 昨天在第一时间也跳出来说 他要跟大家道歉 因为他当时是推 也是推荐古拉斯去选花莲县长的 没有想到却是在谈恋爱啊 而且是在大谈婚外情 两个 这个稍恐怕还要持续稍个不停吧 但是听说 民党中央已经下令 一切冷处理 不民党的定位就是 他已经辞职了嘛 获准嘛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官司啊 然后 官司是他个人的事 对啊 就是这样啊 然后女方 我说男 那个 男方那个配偶啦 要怎么去追回他自己的老公啊 这个是感情问题啊 所以不管他向总统副总统 喊话主持公道 因为赖清德也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啊 这男生变心怎么处理呢 对不对 变心看他干嘛 这个王上次 王上次真的是搞错了 花莲县长选举啊 我跟你讲啊 古拉斯那次的选举啊 那个最后得票是 64.7比32 那你知道2018 是刘晓梅跟徐真卫选 同一个 徐真卫是71.5比25.8 古拉斯进步了耶 不要搞错了 是是是 本来25.8变成32 基本上就是民进党根本就 从小美琴之后就已经放弃花莲了 就选不上嘛 选不上嘛 所以 而且花莲 也没有想要经营是不是 因为古拉斯说一选完就急着回台北 没有错 如果是小美琴跟刘晓梅 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经营 因为现场选举包括原住民 原住民立委会分开嘛 可是现场是一起选的 那民进党会提古拉斯就是认为他有原住民的票嘛 对不对 那古拉斯人家有增加7个%啊 所以并不是没有增加啦 可是真的是没有办法选啦 那个徐政卫跟傅坤其实还是太强了啦 没有办法选所以干脆谈恋爱 也不是啊 这个谈恋爱又不是那个时候发生的 搞不好更长啊 对不对 哦 时间可能更长吧 也许 对不对 因为 知道 知道你看那个 因为我们昨天 因为我们是教 是教 这个心理系毕业的 所以昨天认真地把他的LINE对话全部看完了 我很期待你今天的评论 那男的其实是一直认为他高攀啦 因为是随护对上总统府发言人嘛 那个阶级差很大 所以那男的我觉得一开始也是 有点 受从若惊 对 然后不太相信 然后就是 有点在试探说这是真的嘛 跟做梦一样 然后就觉得我不配啊 本身 我也有一些朋友在分析这个 他们就说 就看得出那个 南方就觉得是在仰望古拉斯 是在仰望 所以我估计两个人心理差距那个 拉逐渐平了 那个要花点时间 所以绝对不是 突然之间就陷入 不是这样 所以 我认为这个是蛮久了 所以她的 所以她昨天她太太 她太太应该也是原住民 是 对她就写了一个脸书 对 其实那个南方的 那个女士 她的脸书写得非常好 非常好怎么说 直接打到要害 就基本上她本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所以我相信 那个男生本来生活也蛮单纯的 就是 就是 他本来也难以置信 不相信这是真的嘛 就越来越发现这个是有可能的 可是那个男生对照他的对话 不是想说长期受他妻子的冷暴力 而且他是在处于要离婚不离婚的一个状态中的感觉 你如果再追一个女的 你当然会这样讲 我认为会超过实际的状况 因为你就是要跟那个女生表达你有离婚的可能性嘛 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会讲那样的话 那 那个 可是她一开始不认为这是真的 不认为这有可能 那就越来越 越来越沉沉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基本上 这个的严重程度可能不止 只是她没有抓到啦 所以不然我们昨天在谈法律问题 这恐怕不只是 就是侵权而已啦 就侵犯配偶权 不止啦 因为她现在找到的证据只有line嘛 对 那 可是律师说 这都千真万确的 而且还有更肉麻的对话还没有破坡 所以如果实际上是有 这个 就说只是那个做人失败啦 那事实上曾经试过 那就表示有那个 那个性关系嘛 那这样子就有构成妨碍家庭 所以这个官司 事实上 这个 我不知道女方是要导到什么程度啦 因为她可能 第一要件是希望男生能够回到家里 她没有要离婚的意思 对 所以 她可能会慎选她的 她可能 比如说这个可能的官司也只是要 希望你们两个分手 希望你们两个分手 而不会真的进行到最后 这也有可能 因为这只是一个中间的策略嘛 那 我觉得民进党至少在赖清德投票 然后 那个 520之前 明年520之前 我认为古老师不会得到工作的安排 古老师事实上是郑文燦的人 不是蔡英文 不是赖清德的 不熟 不熟 不是赖清德的爱将 不是不是不是 是郑文燦的人 那是因为 他是原住民嘛 那古老师我也认识啦 我们都是不分区的 古老师真的蛮亮眼的 他以前也是原住民台的主播嘛 对 媒体 知道他表现是不错的 那如果他专心去关心原住民 因为蔡英文一直觉得心中有个遗憾嘛 说民进党为什么培养不出金素煤嘛 你知道吧 因为蔡英文曾经在 我们内部在讨论选举的时候 提起金素煤啊 因为他发现原住民金素煤的基础 实在是有够强大这样 而且金素煤是不分区的 他是三元嘛 所以他全台湾都要跑 相当可怕 他能够经营到那个程度 所以 就是蔡英文一直希望陈寅啊 古拉斯啊 能够认真经营这一块 因为民进党一直在讲 那四大族群 四大族群嘛 所以 而且一直原住民的票一直都开不出来 所以就一直希望能够有样板 所以会努力提拔啦 所以 比如说古拉斯跟陈寅同时作为不分区 那等于是民进党有两个有住民的不分区 以前也没有这样啊 那后来 而且两个都是女生 那 就是民进党是蛮重视这一块的 所以 当然就 而且古拉斯的条件也蛮不错 陈寅当然也很不错啦 因为他爸是以前的台中县长 对不对 所以两个人条件都是很好的 所以 所以是郑文燦在当县长的时候的局长嘛 那就推荐到 蔡英文这边当了不分区嘛 那很快就得到任用嘛 就变成发言人嘛 他刚好是取代掉 反正就是进了那个 好像是徐国勇之后就是他了嘛 然后后来就到府去了嘛 所以是有心一路要培养的 那赖清德 我觉得赖清德他明年如何他当选啊 那赖清德可能会考虑这个个人形象因素啊 因为李学伦啊 还有那个 那个 根生人啊 黑金啊 你都一刀切了对不对 姓平啊 姓平啊 对啊 所以我认为他要进赖清德的格的难度会比较高啦 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去吧 大概是这样 本来他今年是有机会继续当不分区的 因为民进党可能还是要两个人 对 所以是 是很可惜啦 就他个人来讲是很可惜啊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关键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为全市敢说真话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和我们一起说真话 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的两个人